大家好 因為最近我們使用者來問 關於當充相關語法的頻率真的是蠻高的 感覺起來還蠻多人是用這樣的工具 在做當充或是隔日充或是短線交易 所以從大家問的問題裡頭 我就歸納一些大家最常問的 然後我就直接用我們系統裡頭的工具 的範例的腳本來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那今天首先跟大家介紹的是 因為現在我們大概就是可以回車的話 最低的頻率是1分鐘K 所以很多人就是希望是用1分鐘K來寫策略 那怎麼去定義1分鐘K呢 那這裡大概有一個Sample 就是說我們用8Frequency跟8Interval 這兩個函數來宣告 那如果8Frequency是不等於Mint 或者是說8Interval不等於1 那我們就說那個 我們就Rise Long Time Error 那意思是說只有是在1分鐘K底下 那才會去跑這個腳本 那這個這一行呢通常是 你只要你是要寫1分鐘線的話 你要用1分鐘線來寫腳本 你大概就把這一行寫在最上面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很多網友都會問到說 那我想計算今天這一分鐘K是開判以來 第幾根我要怎麼寫 好那這裡有一個Sample就是說 If Date不等於Date 1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先宣告一個編書叫 Bull Number of Today 那就是1 那意思是說今天如果這一根它的Date 就是它的日期跟前一根不一致 那表示這是今天的第一根嘛對不對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去算說 Bull Number of Today等於1 那Else我們就再加1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知道說 Bull Number of Today就是今天的第幾根 好那所以說如果說我們以這個腳本式 就是我們要去算1分鐘K三連氧 我們的條件就是 那Bull Number of Today等於3 好那就是說我們現在第三根 好那如然後條件是 如果每一根都比前一根的收盤價高 那就是3根K棒都是紅棒 好那後面當然還有一些量的條件 那再來呢就是 我們通常這一分鐘K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引用大家今天的最高價 今天的最低價或是今天的開盤價 那這裡有一個函數就是說 High低就是今天的最高價 那它漏地是今天的最低價 好那所以如果這一根bar的收盤價 那是等於是今天的最高價 好那就是等於是這一根bar 是現在收最高的意思 好所以這個腳本就是說 1分鐘K三連氧 然後現在收最高 好那所以以上大概就是 跟大家說明的就是所謂的這個 你在做當沖的時候 第一個你可以定義一分鐘K 第二個你可以去計算開盤第幾根bar 第三個你可以拿當天的最高價最低價 來跟現在這一分鐘的開高低收來去做比較 好那這是這一個腳本來跟大家做的一個說明 那這腳本在哪裡呢 就是包括之後我也會陸續跟大家介紹的當沖腳本 都是放在這個警示裡頭 系統 系統腳本裡頭的當沖交易型裡頭 你都找得到 像這一個是1分鐘 K三連氧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你從這裡頭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寫的Sample 然後你直接把它Copy過去去改 這樣子會比較快 那大家最常問的這些問題的話 大概這麼寫應該都會比較很快就早寫出來了 好那這是今天跟大家做的說明 謝謝大家